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曹云定打门前犹豫了一下 再来看一下曹云定 射门之前其实多做了 一旦他占据的话 曹云定很有可能要来到右边 Bassi's糖 机会 球进了 尽管场面上似乎是生花占优 但是在比赛的第25分钟 在反击的过程当中 武汉主尔准确地把球打到了生花防线的身后 一个连接的 这个球 我们看 刘云往内线跑了以后呢 是把百家俊带进来了 当球一挑挑出来以后 百家俊再回 可能就来不及了 是 看一下速度 挺难受的这一下 正好也是打在 防守队员身后的位置 莫雷诺把这个给到金锡玉 远射 不单单能够投球 在进区外围的远射这脚打的确实是漂亮 所以金锡玉我们看 明明前面还有空间 但是完全不多带 哪怕距离更远也选择起脚 因为再带两步 以他的能力不一定带得过去 对 球其实还是比较近身的 对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呢 是不太有利于发力 是 但金锡玉这一下 自我的这种调整 做的还是 小球开起来 投球 后点 有没有机会栽打球尽了 金锡玉 金锡玉没开二度 金锡玉 到位 这也是一个惊喜 我们看又是定位球的配合 利盆先顶了一下 顶到后点呢 其实 姆比亚 姆比亚这边挡 把球挡回去 反应快 对 而且金锡玉 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优点 是在于从来不多啰嗦 觉得中超好像 大家的这个整体的配合的质量 毕竟平常不算高 现在这球艾弗拉 过来 球进了 打了一个刀 最后呢 其实脚步调整上来说 这个球始终也是不舒服 是 但是艾弗拉的这个特点 他快 对 再看一下 后场拿到球 一个长传过来 第一下其实解围没有顶干净 郭潜宇给艾弗拉一做 机会就来 其实这一下呢 也是一个意外球 真顶落下来 郭潜宇这边呢 可能想脚步直接端门的 但是打在艾弗拉一身上以后 一弹 又弹到了身后的位置 先启动 看看是不是有 漏下来的机会 是的 而这边 又发生了什么 可能吹了一个手球 就是回传的时候手球 这一下确实是打在 吴比亚的脸上 外围再打 又红楼 我在这枪绿琴的时候 王凯是二线队刚刚上了 急吧上了 这小伙子其实脚下 那么然后就要看 沙拉维跟曹云定两个人的站位 彼此之间会不会 也有频繁的换位啊等等的 毕竟两个人最擅长的 都是相对更靠左的位置 但是沙拉维呢 也不是没打过右边 沙拉维 好球 横带两步 打门 打的这个类型 这一下味道已经出来了 对 这个脚下的频率 二连 后车之后 沙拉维 机会打门 打得到正了一些 这脚球端得真是够棒 右边路明天 再传门前 再传门前 点球 这个身后球传的是不错 一踢没踢好 这个手呢顺势 是一个惯性动作 确实身后立功 陈昭把球扑掉 然后门前一通的混战 门线上多人补门 然后陈昭把球抱住 确实有效 这个球确实打得不怎么样 但是陈昭这一下 给整个球队 贡献度是极大 再给沙拉维 加里面对刘逸 从天上弹了一下 然后莫林诺 小脚中的打门 击中了边望 原本是感觉 调整步伐以后的一个传球 但是这一下 扑住皮球 小黑根 好球 在传中 踢空了 后面还有莫雷诺 过人过得很漂亮 大门 这球啊 在这种尺度控制方面 做的其实是最好的 他是整个中超黄牌 最少的球队 他今天可能离铁 比较激动了一些 同志黄卫军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最终两支球队战成